109级号被封15年 09年的暑假 那年我上大二 那年没有零食系统 拔个人带6只高等级的宝宝也非常好了 也是一个人修三修二十七 宠修十一五十一 现在还能卖上一个1000块钱呢 上次上号时间最近应该是上过 8月24号 一个月看一次看有没有机会被放出来 五行虚空不是禁闭虚空 当时没有祥瑞 但是有坐骑天下了 孩子还是放在逍遥镜里的老款孩子 没有什么锦衣 只有三染 看看装备 帽子金星爵 哎呦妈呀 这金星爵防御三十的是吧 金星防御三十国标 项链的话碎甲 这是远古项链 零力超没超标 一百七十以上的才算超标 六传以个六是三十六减缺二百 出零一百六十四没有超标 衣服的话是二百五十六奈米 零九年算不错的东西了 分中腰带 八十几罗汉鞋 这装备马上要干到两千了 这在当年 在零几年的八十九 鞋子算是一件了 还有个环 游戏币还有一千六百多万呢 当时的游戏币 零八年零九年的话 是一百块钱 能买一千一百万左右 全服器差不多都是这个比例 宝宝没出进阶系统 没有鬼 没有鬼魂的鬼匠 蓝红混合 高币加低币 谁教你这么打猪的 零九年没有虚迷吧 应该没有虚迷 高神 有疾病孩子 顶级豪宅 当年是因为啥呀 找个Q 兄弟 三十天内没有违规 退你五百 退的五百可以卖两百五 两百五给这号数出去了 那应该呀 你这十年 为什么 你这十五年 为什么舍不得花这两百五啊 仓库里还有啥值钱的东西吗 你现在这个号 让公平直接给你出价 我估计也有能出到个 小两千的吧 老板说现在好起来了 以前是永久风 突然上线一下 发现不是永久了 哥那要来一下吗 话生的孩子 老板说就出不去了 解左忘了 老板说他话没到三十天 那就得等了 等吧